加油 一鞠躬感谢选民 也因为满腹委屈 不到十二个小时 他再度举行计较会 为了就是说清楚 讲明白 为何要彻夜 前往台北地院 申请重新计票 首都支站焦灼 直到凌晨两点半才揭晓 丁守中以三千两百五十四票 隐喊半天之内 二度召开计较会 指控中选会 北市选委贵与柯正营 合谋选举不公 放任继续 一边开票 一边在投票 这个在全世界各国 所没有的 不可能有这种现象 这是民主选举制度的耻辱 九一大选并公投 长长的排队人潮 无法及时在四点前消化 台湾史上头一次出现 边开票边投票的荒谬画面 丁守中提出四大疑点 包括绿粉看开票后 主动弃摇保科 投票时间过长 老人不耐久够 还有选务人员反映 无法请假一小时投票 以及废票比例过高 不隔离 让他们决定提出选举无效之诉 为了保全选票 丁守中阵营将在周一上午十点前 缴交四百二十八万保证金 争取翻盘的一线希望 记得人家会王继闻 SNG小柱台北采访报道